歡迎大家來到Ricky的頻道 近期很喜歡一個食譜 我覺得是超級簡單 我自己都舔了你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怎樣才能突破我們自己的傳統 雞一定要整隻煮才好吃 很多時我煮雞都會半隻半隻這樣煮 這次我們燒 所以用一些三黃雞 因為皮下的脂肪比較厚 燒起來會比較脆 香 雞翼盡量不要留 切掉 兩邊也不要 因為它阻礙了你 你敲雞的時候 很多上色的部分 處理雙腳 我們下刀會在緊緊腳掌之上 這個位置 無論你怎樣煮 關節位的皮都不會向上移 這樣就保存著一隻42吋的長腿 雞油我們一定要先把它處理 先把它拔出來 在背骨那裏 有兩個很脆弱的位置 你很容易下刀 如果中軸位在這裏 一直下到頸上 雞骨最脆弱的位置 就在中軸位旁邊 有一個平常湯雞 你不會怎樣留意的位置 在雞腔那裏下刀 接著再多刀 雞最脆弱的骨位在這個位置 這個骨位是最容易斷開的 你隱約看到它的關節 看著 就是這樣 如果你開了之後 你會看到 雞肺就是這樣 就切出來了 這個內臟 如果它是很軟 不成固體的 那隻雞肉很不新鮮 輕輕地用刀切掉 雞胸和雞腿一起熟 秘訣就是在這裏 雞胸明顯地肉會薄些 雞腿這麼大塊 一起熟 基本上是不可能 在雞腿這個位置 開始入刀 把刀伸進去 經過這個關節 再向下推 當這個雞胸肉和雞腿 這個肉厚度的平均 是差不多的 受熱的程度 是差不多的 這個就是一隻雞 開拌它的好處 還有如果你不介意 一定要整隻的話 半隻吃下肚子 是最棒的 另一邊 同樣的做法 是最棒的 究竟這樣放進去 醃多久呢 最起碼是不少於三個小時 你愈醃得久 它會愈緊緻的 味道當然也愈濃 這個就是它三日後的狀態 有那麼乾 這個為了烤它的時候 就會容易上色 還有更加香脆一點 如果焗的時候有兩個方法 第一 你用烤架 放在烤盆上面 就放雞上去 我自己喜歡 是用另一個方法 一些這樣的太空膠 它可以令到 因為你的雞腿 它會非常貼近烤盆底 所以很快脆 能夠令到雞腿 這個位最難熟這個位 跟雞胸差不多時間一齊 一齊可以熟 淋入焗爐之前 我再一次吸乾一點 把焗爐的溫度調高到220度 再多焗兩分鐘 很好吃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起試一下 或者你會想到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請告訴我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已經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有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